大家好 我是阿澤 今集跟大家講一個鬼故 都是日本怪談的 鬼故叫做 不能打開的會議室 我會叫這件事的主角 做事主 免得不知怎樣稱呼 很煩的 你你我我 我我你你 弄到屌你老母臭在頭都痛 所以 我全部都叫事主 就算了 這件事 事主剛開始 入職場工作的時候發生 當時 事主很順利 被一間公司請了 這間公司的規模 不算大 計算老闆 大約10個人左右 很小規模 是一間勞貿易的公司 雖然 事主在這間工作 經常都要開OT 但由於 事主 就是剛開始做的職員 即新入職 所以基本上 事主每一晚都可以準時收工 慢慢 事主 就跟其他公司的同事 打成一片 亦都發覺 好開心 同事 每個都要OT 但自己又不用OT 覺得自己待遇都算不錯 慢慢 事主不經不覺 就在這間貿易公司 做了半年 終於 對公司的大小事務 有些理解 社長 多數都是 下午或夜晚才回公司 所以事主 跟這間公司的社長 即是老闆 就不太熟 另一方面 有一個叫做T課長 你當是上司 或前輩 我都不知什麼課長 即是課金 課長 總之是個堂 就是T課長 T課長 常常在公司 對事主 非常之關照 亦都對其他下屬 非常之好 可以在身邊的同事 他們平時聊天 都可以感覺到 大家對T課長 是有一份尊敬 和外務 外務 大家都是非常之依賴 這個T課長 托這位T課長的福 原本事主 對於貿易公司的工作 可以說是一無所知 但T課長 教識了他很多 慢慢 這個事主 就變成可以獨當一面的人 OK 加班的時數亦不多 上司亦是好人 周圍都沒有太大問題 事主又覺得自己真的很精神 入了一間很正的公司 OK 但說到這裏 我都完全不知跟鬼鬼有什麼關係 現在就來了 OK 但有一件事 令到事主非常之在意 因為剛剛都說過 他們這間公司 就是一間小型的貿易公司 就是租了一個住宅 裡面的大樓的一層樓經營 整層樓都是他們的 在這一層樓裏 有一間房 他們是沒有用的 而門那裏總是會有一個鎖 而是鎖住那扇門的 目測來說 這一間 從來都沒有用過的房 即從來都不開放的房 是一間大約是可以放到 十張榻榻米 我不能知道什麼叫十張榻榻米 事人蛋 他這樣寫我們這樣讀 總言之 這一間會議室 可以放到十張榻榻米 但是 由事主 入了公司以來 這間房都沒有打開過 幸好的是 因為這裏還有其他的會議室 所以平時有客到的話 都是用其他的會議室 很少會用這間房 甚至乎基本上是沒有用過 不是很少 從來都沒有用過 OK 甚至乎 還有多了間房 可以用來擺椅子 但是不知為什麼 他旁邊的同事 突然間有一天 發瘋 問事主 不知為什麼 屌你老母 沒有人用那間房 這樣 這樣 事主覺得 這麼奇怪 為什麼 那間房不用 零零丁丁 整層樓都是他們公司 但總是有一間房 就拿個鎖鎖 從來都不用 有些同事就說 可能那間房有危險 不開放 事主聽到來這裡 有危險 屌你老母 沒什麼有危險 在事主的認知 一想 不會想V1 不會想有鬼 事主就想 屌你老母 可能是工程問題 天花板有東西跌下來 屌你老母的電視塌下來 所以沒落個鎖 可能怕人進去受傷 不讓人進去 好快 好厲害 這些修詞 秋去東來 隨著季節的變化 他真的這樣寫 就說 漸漸天很快刻 加上事主不經不覺 由一個新同事 已經變成可以獨當一面 終於都輪到事主加班 留下 之前常常有型 說我不用OT 終於輪到事主去OT 因為是貿易公司的關係 要對海外有一個聯絡 因為那個時差問題 所以有時候事主 獨當一面 認聰 所以有時候事主就糟糕了 一個人要半夜在這間貿易公司工作 並且一個人做了些事 事主 見到這個沒有人陰暗的辦公室 就在想 屌你老母 我由一個新入職的職員 終於成為一個獨當一面的職員 立即打了飛機 屌你老母 大打飛機92下 就很自豪 亦都有點興奮 忙碌了一陣 終於在夜晚 我屌你老母 臭屌 我錄音 你個全家屎 來轉 我屌你老母 整天不敢轉 算我不敢屌她 我照錄 OK 我們繼續說下去 OK 剛剛說到哪裏 我屌你老母 一看見你老母 一轉我便很生氣 屌你老母 好日我都不錄音 突然間又轉轉轉 轉什麼 有什麼東西轉 屌你老母 臭屌 真是好 這些真是全家屌 屌你老母 我不錄音 你不錄音 做雞的你老母 屌你老母 現在多少點 屌你老母 拆了11點都來 夜晚11點 你老母 轉什麼東西 好 我們先去屌樓上 先錄音 剛剛說到 事主忙碌了一會 終於在夜晚10點半 OK 完成所有的工作 準備好資料 整理好東西 突然間聽到一些 屌你老母 在打爛陣 聽到一些 嘯嘯嘯嘯嘯嘯的聲 有人想開門 屌你老母 但明明整個辦公室 只剩下事主一個 到底 是誰想開門呢 一開始 事主以為是誰 全家屌留下了東西 不記得 真的不記得拿 回來拿 但慢慢 事主發覺 屌你老母 不對勁 事主意識到 那些 開門的聲音 是在那間 有鎖鎖住 從來沒有開過的房間 傳來的 這一瞬間 但事主覺得很害怕 覺得屌你老母 很害怕 因什麼解救的房間 從來 都沒有人進去 一路以來 由他入職到現在 都是鎖鎖住 為什麼會有人 在裡面想開門呢 而這一棟的大樓 本身就沒有石Q 其他樓層有些什麼 事主也是不清楚 所以事主很慌 就看著那道門 看了幾分鐘 幾分鐘很久 後來事主想想想 屌你老母 不是啦 都是躲在辦公室 算了 不要理人家那麼多 但事主想想想想想 又想 會不會有人 不小心走進去 被人反鎖了 在那個會議室裡面呢 於是事主做好心 暗暗暗暗 走去那個會議室 即是從來沒有開過門的會議室 這個時候 她就聽到 這間從來沒有打開過門的會議室 傳來了一把聖任 OK 一把很細很細的女人聲就說 請你把門打開啦 麻煩你幫我開門啦 然後這個女聲又再說 T課長的櫃桶那裡有鎖匙的啊 這樣啊 那當事主呢 聽到T課長這個名字 事主又覺得 咦 屌你老母 裡面那條女兒 認識得T課長的啊 可能都是認識我們公司 或者有關係的人啦 不理會這麼多啦 總之先開了門先 那果然呢 的確好像這一個女人那樣說啦 T課長的櫃桶呢 的確呢 是有這個門的鎖匙的 OK 那事主就暗冷咎咎啦 拿了一條鎖匙之後呢 把門打開 一打開呢 就含得懶醬皮糖啦 就聽到 哈哈哈哈這樣啊 哇好恐怖啊 那事主就說聽到一陣很光的 很恐怖的光笑聲 那就令到呢 事主就起乱了雞皮 覺得好恐懼 就是這一瞬間 不知為何啊 屌你老母辦公室裡的燈呢 開始閃啊 變得很難看清周圍啊 而事主亦都開始想 屌你老母不對勁啊 不如都是三十六計 屌你老母走圍上計 趕快趕快撿東西走了 於是事主就欺凌走啦 那麼呢 向這個出口的方向一望啊 不是說錯了 事主啊 向著出口的方向跑 一路跑跑跑跑跑跑 轉頭一望 就見到一個呢 穿著OL服裝啊 的人啊 飄過來啊 屌你老母 但是那個女人呢 頭呢 是很不正常地在搖的 不停在搖啊 那頭 嘩 頸子好像踏到 屌你老母脫出來的 不停踏啊 那事主又覺得好害怕啦 都覺得屌你老母那個應該不是人來的啦 乱乱九秒九跑跑跑跑啦 那事主又好害怕跑去電梯的方向 那去到電梯口 不停按電梯啦 那大家開電梯呢 又不能上來的啊 事主又在想快點啦 開電梯 快點上來啦 我很害怕啊 屌你老母腳都軟了啦 那這樣呢 事主又覺得 喂不對路啊 那個OL頭 屌你老母腳都軟了啦 還在走過來啊 於是呢 事主又覺得 等不及了啦 升降機上不及來啦 待會那個女人走到上來 怎麼辦啊 於是呢 事主又決定呢 不搭升降機了 就決定跑樓梯啊 OK啊 雖然呢 樓層就不算高啦 但是樓梯呢 都不是容易走的 因為事主好害怕的嘛 於是呢 事主一路不停跑 不停跑 不停跑 跑到樓下低 終於平安呢 出了個大樓啦 抬頭一望 看回你辦公室那層啊 就見到 OK 有一個女人的人影 還在那裡的 OK啊 即是鬼還在那裡 於是呢 事主啊 就打電話給T課長啦 就一路打電話一路想啦 我講這些瘋狂的東西 你想到T課長會不會覺得我忽懶了呢 這樣啊 怎麼知道呢 當打到給T課長的時候呢 T課長竟然說 嗯 我知道什麼事啦 就說呢 我會打給社長的啦 那第二天呢 事主就想請假休息啦 因為很害怕啦 那但是呢 T課長的傲長就跟事主說 就說啦 因為呢 要搞一些隨靈的儀式啊 所以都希望你過來啦 那第二天呢 老闆 即是社長 就想著呢 趕快搞定儀式啦 所以呢 事主去上班的時候 就見到有一個呢 神主裝扮的人 就在辦公室那裡啦 也都是那間呢 平時鎖住了的房間 即是一隻女鬼走出來的那間房間啦 那就是做一些儀式那樣啦 那後來呢 查回什麼事呢 就發現原來呢 那個女人 即剛剛還沒說呢 即是有一隻鬼 不斷摸著頭 摸出來走出來的 好恐怖 那呢 就說原來這個女人呢 原來一年前呢 就是這一間呢 沒有開過的房間裡面呢 就上吊自殺的 那因為呢 這個上吊自殺的女職員呢 是喜歡T課長的 那但是呢 T課長呢 就是有老婆的 OK 但是呢 這個OL 都是很喜歡T課長啦 於是就這樣 引誘T課長 想和T課長拍拖啦 但是T課長真的很愛他老婆 所以就拒絕了這個OL 結果這個女同事呢 就自殺死了啦 那自從他自殺死了之後呢 就在這一間的會議室裡面呢 就是 好像是上吊啦 上吊自殺啦 之後呢 那夜晚呢 這間會議室呢 不斷傳來一些怪聲 而T課長呢 覺得很恐怖啦 所以就安裝了一個鎖 希望那些人不要進去那間房間裡啦 那這樣呢 那做完法事之後 就沒有再聽到有奇怪的聲音了 這間房間 但是公司也有個新規定啦 就是說 夜晚開OT的話呢 一定要起碼有兩個人 就不可以一個人開 而這一間會議室呢 到現在呢 都是一樣鎖住的 不讓人進的 OK 一個這樣的情況 那這個怪談 這個鬼故呢 講到你這裏 是不複雜的 就是講有個人 去了一間公司做 有間會議室 OK 不開得門的 那有一晚呢 就發覺裡面 有一隻女鬼 屌你老婆 扔到頭脫的走出來 屌你老婆 嚇人 OK 就是這樣的情況 那這件事呢 我覺得都算是幾恐怖啦 還有幾有畫面的 就是我看的時候 都覺得 屌你老婆好醜 有料來的 所以都決定和大家是分享一下 那今集呢 這個鬼故呢 講到來這裏 沒什麼特別 那照舊啦 如果喜歡我的節目呢 那就可以訂閱我們的頻道啦 那我就下次見啦 各位網友 拜拜